穿穿黑色T恤 牛仔短褲 布魯斯威利家人曝光她的退休生活 站在沙灘上露出淺淺一笑 宣布吸引得她17號有家人正式病狂 現希茨 艾瑪赫銘及前妻戴咪摩爾 都分別PO出文章並聯合聲明 布魯斯威利去年被診斷出失語症 經過一年時間後確認是罹患而念夜失智症 溝通問題只是症狀之一 也提到這是常見於60歲以下的痴呆症 至今還未找尋到治療方法 布魯斯威利始終相信自己能為大眾發聲 一家人則希望外界有更多認識與研究 這些疾病的機會 英國國民健保署則提及 這會導致患者出現行為語言問題 晚期則會有身體僵硬肌肉無力 去年12月布魯斯威利的前妻戴咪摩爾 曬出婦女倆的高怪照片 布魯斯威利摟著女兒扮鬼臉 看起來氣色很好 現在妻子艾瑪赫銘也帶兩個女兒 一起來過節 看起來和樂融融家人陪伴及照顧妥當 你認為是一個好的妻子嗎 一個好的妻子不睡得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嗎 布魯斯威利三度化身 霞探奈特 芯片霞探特工最終章上映 設法抓到假扮警察的歹徒 也是他行影前最後拍攝的電影 三月份還將上映另一部主演的 血仇生死鬥 將硬漢本色燃燒到最後一刻 TVBS新聞 吳俊仁 紅天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TVBSN